看完比賽之後來關心傷兵動態 Max Scherzer因為拇指不太舒服 在2A的復健賽 暫時喊咖 好 另一邊 天使這邊也有壞的消息 神尊Mintrum 左膝蓋的傷勢 確定要進行動刀治療 預計最早要休息4到6週 才能夠重返賽場 陸上級天使目前以戰績11勝19敗 排在美西倒數第二 成績不盡理想之外 更頻頻遭遇傷兵問題 前世明星內野手As in Random 因為左大腿經撕裂 預計會長期確診 如今有另外一個壞消息 就是重砲省尊Mintrum 因為左膝蓋半月板撕裂 需要開刀治療 不過尊於哥這次動刀並不會讓他賽季報銷 如果狀況允許的話 川預計會在四到六週後就可以重返賽場 騰浪市球星的傷勢更新消息 游擊兵賽揚牆頭Messager 去年因為右手臂拉傷賽季提前報銷 又在休賽季進行追肩盤突出手術 今年在小聯盟休息調整 而原定會在今日進行的兩場2A復健賽 卻因為拇指不是喊咖 重返大聯盟賽場的日子 也需要再等一等讓他感到失望 我對我來說有問題 我現在在腦部上現在是泡泡 我開始後那種阿Lanta-Sim game 我還可以在休息中 我可以管理它 但在這回合轉 我回到這回合中 我出發的風格 我會變得更糟 然後它開始流行到臉部 我會變得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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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需要幾天 我只需要幾天 讓我讓我吸氣 讓我回到我身邊 讓我回到我身邊 我沒有什麼構成的問題 只是有點不舒服 我只需要讓它滲滑 所以沒有問題 關心完兩個 讓人比較擔心的消息 接下來我們轉換一下心情 看到臺灣六美好手正宗哲 目前下落於海盜2A的他 在這場面對國民的比賽 擔任先發第六棒游擊獸 七局上半 將小白球夯出座外爺的拳一打牆 個人本季敵二紅出爐 這場比賽交出四至一 貢獻兩分打點的表現 賽後打擊率有稍微上升到 一乘六七 上壘率三乘四二 Write U台 總和報導 五五三 三五 五五 三五 五五 壞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接下來關心中華職棒聚焦中信兄弟的曾宋恩 目前全壘打數有五支位列排行榜的第二名 而且有機會可以爭取個人的排行榜 好 今年現在才5月1號談這年度獎項確實還有點太早 但他最近有一個蠻大的動力 一起來聽聽看 中華職棒開季一個月 表現最令人感到驚奇的球員 中信兄弟外野手曾宋恩或許會是其中之一 余祝在三月份的唯一一場球 敲出大巨蛋歷史性首支全壘打 四月份則有三成三八打擊率四轟十五分打點的成績 踏入職棒第六年常駐一軍的第二季 搖身一變成為黃山軍最強砲管 曾宋恩坦言沒有預期 其實沒有 今年的話自己設定完就是不管成績怎麼樣 就是要把自己把自己最好的迴棒要做出來 就是像打擊機制上面然後在攻擊上的一個給人家的一個感覺 我要我要做好專注在一件事情上面這樣子 因為變六隊 賽制就變比較不同 一週可能有五場 最多就是五場 就可能體力上 體力上的負荷 還有如果是客場之後要坐車移動的話 自己的身體狀況就會沒有調整得到很理想 中職恢復六隊熔景 增加更多的軸車勞盾 體能調節成為曾宋恩接下來的重要課題 魚住確實有降溫現象 從四月十三號對魏群龍揮出雙向炮後 近九場比賽沒有開紅紀錄 全力打排行榜也暫時以五比九 遠遠落後給統一師林安克 跟臺岡雄英楊炮魔英並列第二 談到賽季個人獎項 曾宋恩保持平常心 全力打王的話 全力打王的競爭對手安可 因為我現在沒打一隻刷新自己的新高 因為他是拿過全力打王的人 可能比我的經驗上還要多 更瞭解自己身體狀況 如果有機會競爭的話 當然是會想 想多賺一點尿布錢 跟那一份錢 就是可能在場上的話 就是有一個寄託在 就是可以為了他們 我還要變得更好 全力打王的競爭對手 安可實在太強 讓餘住也是甘拜下風 只是賽季還很長 當喜貨掌上明珠的曾宋恩 期待能沉著 催寶寺生驕傲的氣勢 一步一步朝未來目標邁進 馬上來關心中華職棒中信兄弟踢館衛拳龍 剛剛的主角曾宋恩這場比賽有安達演出 也幫助黃山軍以二比零先持得電 好 中央比賽中信的先發投手魏綽成五局掉兩分 表現還不錯 黃山軍最後是以四比二擊敗魏拳 中華職棒例行賽中信兄弟踢館衛拳龍 做客的黃山軍開局掀起攻勢 隊長王維成率先騷出左野的安打 後續的岳正華還有陳子豪 也分別靠著守備失誤 還有四塊球包送 站上擂包 幫助猛項部隊握有滿累機會 第六幫的曾宋恩 當然沒有放掉進仗打點的槍 補上左外野的四十安打 一棒帶回兩分 也率領兄弟以二比零搶得先機 狂龍打線則是在下個半局給予回應 咪哩咪哩拱罐以身作則 不愧對撈哥的名號 撈出左外野方向的大號楊春彈 用本季的第四轟率領龍軍開張 追到一比二的落後 雙方前三局打完依然只有一分差距 不過戰局在四局上半出現變化 包含王維成的喬打在內 猛項部隊串聯三支安打 還有岳正華的高飛西升打 單局強到兩分 擴大優勢四比一 眼看雙弟主導比賽走向 龍獨打線在五局下半掀起反撲 張友明在一出局後 掃出右外野的深遠強打 並且一口氣跑上三類 李凱威再不上中外野的平飛安打 送回球隊的第二分 五局結束是來訪的黃山軍四比二 領先在前 兄弟的先發投手未碩成 主投五局被敲出五支安打 丟掉兩分 順利以勝投候選人的身份退場 儘管黃山軍打線在第六 第七局都沒有增加分數 但是衛權也無緣縮小落後 因為兄弟的手臂固若金湯 沒收李凱威的深遠飛球 還有吉利吉拉拱罐的內野彈跳球 讓龍獨打線無功而返 來到九局上半 沉寂好一陣子的黃山軍 再度發動攻勢 串聯寶宋還有安達攻佔蠻累 但是呂用針訴求連發 飆出兩次三陣 也讓兄弟苦吞蠻累計 衛權咬住兩分的落後 進入最後反攻 可惜九局下半 無法突破兄弟守護神 小黑吳俊偉的封鎖 最終是兄弟四比二踢館成功 也賞給衛權三連敗 我來體育台綜合報導